那我们今天来写他的章子东敏 这个当然他写字啊越大越好看哦 不要把他写太小太小不好看 那也是二四六八八条平 他超爱写的 不过这个是科本啊 科本 然后我查了一下 那个网络上或书上 其实还有一个版本啊 是墨基本 不过对了一下不太一样 墨基本好像不太一样 你看第一个字就不一样 这勾起来 然后这个横还是写下去 这个字写横是歪歪的 而且比较正 其实不太一样 可能他这种东西啊写过很多啊 交际应酬啊 大家喜欢看 这两个就绝对长得不一样 你看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用的版本是这个版本 那如果找到墨基本 网络上还有彩色的 可能版本不太一样 我也没有时间去对什么版本 这个 二旋车这个版本啊 我就觉得还不错 因为磕的 磕的哦 有那种厚重感 刚好他的字啊 就是厚重 那墨基本 某种程度会加了 它的厚重感 我磕的还不错 那破破烂烂的那种笔触啊 也把它磕出来哦 椎化砂啊 那种磕的笔触啊 虽然磕的没有说非常精致 但是味道也还ok啦 所以我就以这个为范本 好 这是张子东明 好 好 谢谢观看